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什麼叫做冠狀病毒? 就是因為看到一些子蛋白 圍著病毒本身 好像有一個皇冠 從高處看下去 很多這些病毒 都適合到一種類型 他們覺得很難 從一種類型到另一種類型 在新冠狀病毒上 這也發生了 冰山頂那一層就入院 下面那一層真的很大 不過他們沒有需要入院 病情或者極輕微或者沒有病症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 由內地武漢在一月初爆發之後 至今踏入第四個月 全球確診數字突破150萬 超過10萬人死亡 香港的疫情在1月23日出現第一種 由武漢輸入的個案 在最初的階段 每天的新增個案 維持大約10宗以下 但陸續出現不同群組的感染 直到三月起輸入個案大增 引發另一場爆發 曾經很樂觀 直至到三月中 那些海外學生要從歐洲北美回來 最近就比較不樂觀 而香港的強制隔離檢疫措施 是3月19日才執行 但執行之前已經有不少香港人 歐遊回來或北美其他地方回來 都已經將病毒帶進社區 這次並不是第一次 由冠狀病毒引起的疫症大爆發 2003年沙士在香港肆虐 一共1755人感染 當中299人死亡 醫學界面對這場得如其來的戰役 最初都不知道爆發不明肺炎的原因 專家要和時間競賽 港大醫學院團隊 在當年的3月22日 宣佈找到病源是冠狀病毒 隨後又完成基因排序 我們用兩種疫情的病毒 進入地獄 在兩種疫情中 我們在兩種疫情中 這是新新的病毒 那是新的病毒 而是新的病毒 當我們在尋к物中 我們負責病毒 我們看了它 在磷的螢物 它顯現了 是出現的病毒 而在這製作 它顯現了新的病毒 在新病毒 港大研究團隊估計 沙士冠狀病毒是由蝙蝠傳給野味市場的果子來 之後再感染人類 或者在小小的一種種類似的 野種類似的野種類似的 很多的這些種類似的 這些種類似的 這些種類似的 他們覺得很困難 從一種類似的 如果說H5N1或H7N9 有些種類似的種類似的 這些種類似的種類似的 這些種類似的種類似的 就著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重大微生物系教授陳基商 研究了14個確診病人的痰 胸口唾液、糞便等等的樣本 了解病毒在人體哪些器官繁殖 病毒一定要進入細胞才可以繁殖 跟細菌不同 病毒好像有條鑰匙 然後他要找到一個正確的鑰匙洞 開了才進去 我們看到 呼吸系統那裡 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病毒 因為這個病毒很喜歡一些細胞 細胞表面要有一種叫做 A.C.E.2的組織 它就可以進去 而我們肺部的深層柱的細胞 是有很多這樣的組織 這個A.C.E.2就是鑰匙洞 SARS病毒和冠狀病毒都是用類似的鑰匙 所以兩個都是開同一個細胞 研究發現病人痰的樣本 病毒量最多顯示肺部的破壞 但是陳基商說從流行病學的分析 新型冠狀病毒在上呼吸道也相對活躍 現在這個新冠狀病毒 它傳播能力為何這麼好呢 就是它除了可以在肺部的細胞繁殖之外 它在上呼吸系統它都可以繁殖 這件事它就好像流感 流感很懂得利用上呼吸系統 它這麼近這個窗口 所以它很容易排放病毒 這個是2003年的SARS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有代表性 大家看到這個大腸裡面很多這些細胞 而一粒一粒這些全部都是病毒 雖然我們這個叫做肺炎 但是原來病毒也是很適應 也是會在腸道生存的 所以我們如果透過大便的測試 其實會找到所有的病人 他們的大便都有這個病毒 就是說當我們去大便的時候 也都放了很多病毒 這個情況就很容易污染了旁邊的環境 港大病毒學專家潘烈文 2003年的時候 有份最先拆解SARS病毒基因圖譜 這次協助研發新型冠狀病毒的快速測試 發病第一天或甚至之前 都已經有很高的病毒的數量 在它的樣本當中 就看到病毒本身是真的繁殖得很快 在早期已經可以具高感染性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冠狀病毒 感染了細胞核 這就是細胞的壁 你會看到其實有些病毒 譬如這裡 黑色一點點 就是病毒感染了之後走出來 他在臨場研究中發現 新型冠狀病毒的病毒量高峰 發生在病發的第五天 而SARS就是第十天 用複製的速度 跟SARS比較是差很遠 譬如說SARS病毒的時候 我們知道早期發病的病人 病毒數量其實很低 但是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他剛剛發病那刻 例如發燒、CAD 病毒的數量已經很高 更加嚴重的問題 我們都曾經找到一些病人 就是他未發病之前 即是未發病之前的一天 都發覺原來他已經有很高的病毒數量 病毒數量跟發病之後差不多 他不知道他自己有病的時候 他就更加容易將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新型冠狀病毒離開了人體之後 可以在環境存活多久呢 我們想知道病毒究竟怎樣傳播模式 可能很近距離去說話 我們的飛沫傳染給其他人 很正常 呼吸道病症 他就問了 如果我去這裡打黑癡 我打完黑癡 我走了 之後我又另一些人 同一個位置在吃飯 他會不會有機會感染到呢 他們的研究發現 這個病毒對溫度是敏感的 如果我們放在四度的話 它可以遺傳很長時間 我們說兩個星期之後 我們都看不到它的感染度減低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放在七十度的時候 它五分鐘之內 已經失去了感染性 研究又發現 病毒會在紙張、紙巾、存活三個小時 不鏽鋼四天 衣服一天 而口罩上面的病毒 在室溫放置一個星期 都仍然有感染性 這是非常不同 如果有人有影響 他會被灰燈 它會被灰燈 在兩至三小時 那些病毒會死 而是 SARS 和這個新的病毒 可以在這些外面的環境 很多天 特別是在空氣溫度的環境 所以這意味著 在低溫度和低溫度 這個病毒會更多 更穩定 新型觀眾病毒 早期沒有消息 而這些人沒有消息 他們可以在社區 他們有很精神 可能一、兩聲咳 但他們已經在帶病毒 是可以感染到其他人 社區沒有被診斷出染病的患者 被形容就好像一個金字塔的底部 現在我們都集中看了入院個案 入院通常相對嚴重 下面的浸程真的很大 不過他們沒有需要入院 病情或是極輕微 或者沒有病症 這個金字塔的底層 其實就要將來世界各地 做一些抽血體、抗體的研究 才可以找到 究竟社區有多少人 是大抗體受過感染 其實如果我碰到其他物質的話 我都會自己先拿消毒藥水 消毒洗手液 會噴一隻手 之前就未必一定做 現在就一定做 這個就是患了病之後的 必做的動作 通尼是香港第六十二宗 確診個案的患者 衛生署追蹤他的接觸史 發現他由澳門公幹回香港的時候 和一個確診者坐同一班金巴 確認為感染源頭 都沒有 自己有做功課的 戴藥罩 不過可能還未夠全面 那天去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吃飯的 所以一回到他 第一時間就會去飯店吃飯 這裏可能就是 如果手碰了病毒 有機會就是這樣感染回來 真是吃到口 真是明明是吃到口 他二月五日回香港之後 一直都沒有不舒服 如常工作 直至到第六日才出現病徵 其實在21日那時就覺得有點燒 有點發難 感覺上就像是一般的流感 所以就沒有感覺是中了新冠狀病毒 所以很正常就看一些普通悶診 當吃了兩天藥都發覺好像都是不退燒 再看的時候就開了一些抗生素去吃 但吃了四日 第五日是有退燒的跡象 誰知到最後都是由退燒 即是沒有燒到變成又升上來 Tony於是去急診室 照X光發言肺部有科要接受病毒檢測 當他們確認了這個是新冠狀病毒的時候 給了一個抗愛滋藥的抗病毒 另一個就是利巴偉林 就做一個抗生素 吃了之後真的發爛的情況開始消退 再發燒多一兩天 即兩三天左右 就已經沒有再發燒了 所以這隻藥自己都知道 這樣吃法都是對我有幫助 入院之後 衛生署和醫院都重複問他的接觸史 他們是窮追不捨的 他們一定要想辦法知道源頭在哪裡 究竟你是怎樣去招惹了這個病 所以你都要配合他們的做事 如果不是多其事 有一個確診了 因為被傳染的人你不知道 然後再傳染給其他人 那這個就真是大件事了 我們在很多地方的廣州的廣州 在香港、新加坡、新加坡 而在日本 我們都能夠保持數目的高度 流行病學家高本欣 一直監察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能力 而病毒的基本繁殖率 是很重要的指標 他研究武漢在疫症爆發初期 病毒的繁殖率大約是2.2 如果沒有人看著 如果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受傷害 就可能會發生很容易 就好像它們在武漢 在朱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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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情況是2.5 我們被關閉了 我們把所有的健康方式的安保 加上,更加關於所招待 更加密閉,更加密的 關於校庫的 更加密的 加上免 我們從2至2.5 到1 但隨著歐美疫情交劇 情況變得不樂觀 區議員麥葉成 2月底跟家人去歐洲旅行 3月10日回香港 他的兒子就在歐洲多留一個星期 開始覺得不舒服 國際確診當日麥葉成一家要入住進陽川檢疫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機場 但是這個機場是沒有人的 現在這裏就是機場的禁區 我們在HITES的TUNE3 我們現在上到飛機 現在消毒了 我們基本上抹殺整個飛機 香港人Michael和Emily兩兄妹 一起在英國讀書 見到當地確診個案飆升 3月底快快買機票回來香港 選回來 一來就是因為家人在這邊 有什麼事 就是家人都在 二來是會信香港醫療團隊多些 因為始終香港醫療團隊 在17年前打過SARS 打過冠狀病毒 剛剛就有人幫我戴了這個手環 兩位就回到酒店之後 就才好控制了一個紅色掣 然後他有個指示給你 需要在酒店上面硬一分鐘 現在已經完成這個口水 抽取的樣本給你檢查 因為我不想回到隔壁的地方 自己家居完成這個退役的抽取 所以我就來了阿博這邊 而Michael就因為咳 要留在阿博等候檢測結果 我會報的原因是 因為如果驗了 中了馬上去醫院 不會影響其他人 好了 我等了9個小時 我現在是沒事的 成金城 踏入4月 政府擴大檢測範圍 所有經機場抵抗的人 都要收集深厚退役樣本 而由英國回來的 無論有沒有病徵 都要在場等候結果 疫情席卷全球 到底一般人戴口罩有沒有用 在歐美都野起爭議 而亞洲戴口罩 已經是民眾的常態 專家認為戴口罩的習慣 配合保持社交距離措施 將會是世界防疫的趨勢 我們知道非常好 穿衣服 在香港 elsewhere 別人不 所以如果突然說 在美國 在美國 每個人都要穿衣服 它不會做得到 好 在香港 但 其實 那類似的行動 可 因為 全世界 在世界上 我們找出方法 減少疫情 接觸 疫情 在美國 和美國 都不可以 維持 在香港 我們希望現在用現有的方法 減低疫情 在社區發生 多些時間 給其他專家 研發疫苗出來 2009年 3月 有這個新型的流感爆發 但去到10月 我們才可以用到這個疫苗 說著用了幾十年 我們有一個很成熟的系統 很成熟的機制 去產生這些疫苗 都需要那麼長時間 去做到 給人使用 你想想 如果我們這個新型的冠狀病毒 有疫苗的話 是需要多久去研製呢 本港的病毒學專家 在SARS爆發之後 着手研製疫苗 可惜到臨床試驗階段 就無疾而終 如果研製疫苗 如果研製疫苗 在SARS 如果研製疫苗 還會繼續 她說疫苗研發的成本再高 但是都不會 及得上這次的代價 所以我認為這是另一個課 在過去的課程 並沒有學會 這是缺乏投資 掌握新型冠状病毒的Tony 住院两个星期最近已经复工 他的同事也因为他确诊要自我隔离14天 最后没有人被感染 真是的 真是很不好意思的 我没想过自己是中招的 所以我从头到尾没有想过他们 因为现在都受影响 想起来我现在都觉得对他们 心不太安乐的 其实我现在年龄就是58岁 住院长时间没有什么运动 是真的有些衰退的 所以出来就要更加做多些运动 去强化我自己本身的肌肉 他住院期间没有太担心自己的病情 反而看到照顾自己的医护人员 必有一番感受 一个男的医护 他都说我可以调离这个隔离病房 到他自己可以调离 但他自己担心他家人 他都说他自己都要自我隔离14天 他都不跟回家 其实你可以看到医护人员 他都要面对 他不可以不对我们这些病人去负责 但他也要对自己家人负责 对不起 都给我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